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带你们看一台全新的新车凯迪拉克GT4 GT其实是凯迪拉克一个全新的产品序列 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名字 GT4它的定位是紧凑型的轿跑SUV 官方称它为轿跑SUV 其实我倒觉得从车身形式上来看 会比较有那种跨界的风格 它是比较方正的 但是车身的尺寸上比轿车要更高一点 但是又比常规的SUV要稍微再低一些 离地间隙就和城市SUV是差不多一个水平的 在轮眉上方会有一些黑色的装饰件 这种也是跨界感会比较浓的一些细节 那么设计上我们从前往后看了 首先是前脸 因为今天我们同场其实还在拍全新的CT6 GT4和CT6的前脸设计风格可以说是非常接近的 依旧是一个分体式的大灯 盾形的隔山 同时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密集的这种设计的元素在 同时你的视线如果向后看的话 能看到车机仪表的背部 会有一个闪闪发亮的凯迪拉克logo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细节 后面它的车轮的配备 其实是有低配18和高配19两种方案 轮胎用的是普里斯通的泰然者 一个稍微要偏户外定位一点的轮胎 那么提到这台车的一个定位 其实它是有两种不一样的设计风格的 一个叫做风扇 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台 还有一个是运动 运动跟风扇上主要的区别 就是把镀铬的装饰换成了黑色 同时是上下双色的一个车身的配色方案 运动的车顶会是黑色的 我们稍微配一些画面 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两者的设计风格的区别 其实相较于车的前半部分 这台车的车尾可能是大家更加关注的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车顶上是有行李架的 非常符合这台车的一个户外跨界的风格 同时也有扰流板的设计 增添了一点运动性 在车尾的这个地方有GT4这样的字样 直接显示出了这台车的证明 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把它读成GT4的话 就非常有那种西海岸的感觉 也很有那种赛车的感觉 GT4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好听 车尾的整体细节上其实也是比较简约的 除了杜哥试条以外没有看到再繁杂的一些细节了 同时车灯的造型和前脸可以说是形成了一定的呼应 我们来看一下车的后备箱 电尾打开之后这是一个很方正的后备箱 这个后备箱具备了SUV的一切的优点 但同时普遍SUV的后备箱地台会比较高的小小的缺点 它这台车上也不存在 因为它是一个跨界的定位 地台的高度相对会更低一点 半达中午很方便很省力气 盖板下面是有一些工具 同时整个后备箱的主体容积部分造型很工整 那么座椅是可以四六分折放倒的 推倒之后有微微上翘的一点角度 基本上可以试做是纯平了 所以说后备箱的实用性其实是很OK的 我们去车内看一下 GT4的内饰的整体造型和瑞哥 以及今天刚刚拍过的CT6的布局都是非常接近的 这里是双电屏下面是空调操作的区域 然后其他的部分不一样的车型 会有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那像CT6可能会要偏豪华一点 那这台GT4就会更加的简约 而且从配色上来说 这台展车用的是黑白搭配了一点点的金 出来的视觉效果是比较清爽的 比较符合我们夏天想追求的这个效果 那么另外一个运动风格的车型 用的是黑白红三色搭配的一个方案 我个人觉得就这台风上的这种浅色方案 看上去的视觉效果就挺好的 车机的话依旧是基于815的芯片 然后基于安卓的车机使用起来很流畅 各个功能很齐全 同时还有无线carplay的配备 那也可以支持你在第三方用的app商店里面去下载一些应用 同时车载互联网是5G的 保证一个传输的速率使用体验各方面不用担心 那么下面空调操作区域用了实体按钮 再不厌其烦的重复一遍 我觉得最常用的空调功能保留实体按钮 其实是更方便更人性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下面能看到有充电口 它是配备了两个type-c的充电口 那么无线充电板的位置没有放在这个前面 如果放在这的话 离手会稍微有点远 放在了取拿更方便的手套箱前方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细节 那么在中控前面这一块区域 能看到一点点美式设计的风格 就是在背座的边缘 以及操作车机的旋钮的边缘 是一个bling bling的这种闪闪发光的造型 这个东西其实是挺美式的一个风格 在门板上能看到这台车的前排座椅 是有通风加热的舒适性配备的 同时我已经提前把座椅的位置调到了最低 我合适的一个驾驶座位 大家能看到头部空间非常的宽阔 因为它还是更接近SUV的一个定位 所以说头部空间是完全充足的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来到后排就能发现这台车的定位 并不是以后排为主的 它的腿部空间的话 大概就是一拳四指 确实不算非常的宽裕 勉强够用 那么中间的地台也是有一个凸起 同时整个后排的座椅的造型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坐垫对大腿的乘托是OK的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这种端正的坐姿的话 头部空间不会特别的宽裕 但如果稍微放松一点 然后头部就还有一些余量 因为它是一个平直的车顶 所以说对头部空间的侵扰 并不会那么明显 后排的配置也不会很多了 只有出风口充电口以及两个杯座而已 所以能看得出来后排确实不是这台车的一个重点 这台车的动力形式其实是两种 一个是2.0T配9AT 搭配的是四驱系统 一套适时四驱系统 那么还有就是相对入门一些的1.5T配9AT 加前驱的车型 因为它是一个横置发动机平台下的车型 那么考虑到一个实际的使用需求 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台车的气质 主要就是在城区里面开 那么选择一个前驱的版本就OK了 如果你是真的有一些户外的需求 可能会去一些稍微齐驱一点的非铺装路面的话 那四驱还就比较有必要了 至于具体开起来的一个驾驶感受怎么样呢 应该很快就会有试驾的机会 我们到时候再来介绍了 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静态体验 我们聊到这吧 下期再见 我是薛昭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